小妹 小妹 我就是想不通 怎么就会有人要陷害老爷呢 他天天想的都是老百姓 他那么好一个人 怎么会有人要害他呢 于兰姐 你别瞎想了 老爷那么大的官 管那么多人 哪能让人事事顺心啊 想想老爷真是不容易 辛家良从来不玩自话 如果他真出了事 来人也不会不去找我 他怎么会悄悄地把东西 一放就一走了之呢 而且每个箱子上都挂着锁 但是没上错 于大人 要不打发人去长路研场 跑一趟 晚辈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刚刚于大人分析得非常正确 这些东西根本不属于辛家良 而是有人想要栽赃陷害于大人 对 成龙小弟跟我想的一样 一定是有人想陷害本宽 于大人 有人要陷害你 那这些东西放在家里 岂不是太危险了 是啊 如果这些东西成了我受贿的物证 我于成龙就是长三颗脑袋 也不够他们看的了 这可怎么办哪 周大人 想啊 想个办法呀 于大人 晚辈倒是有个主意 你 张大 下官见过相国 这么晚叫你来 我是想让你去办件事情 请相国吩咐 我想让你去查办 于成龙收受巨额贿赂的案子 什么 于成龙收受巨额贿赂 这绝不可能 我了解于成龙 他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现在是人赃俱获呀 据这知情人说 这批脏物 就在他的后压厨房 之所以让你去办这个案子呢 一是因为 你是吏部专司稽查 官员贪腐的员外了 二呢 你和这于成龙既有奸细 又是同传故交 那么让你去办这个案子 想比任何人都说不出个什么 倒是显得公允了许多 相国 既然于成龙收受了巨额贿赂 我们为什么不信参太一文呢 这于成龙货过三次酌益 你是清楚的呀 他在皇上的心里是最清廉 最值得信任的官员 所以对于成龙 只能是人藏巨货才行 张大人哪 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禀公办案 不偏不倚 请不想过 放心 如果于成龙 真的收受了巨额贿赂 我张继任 一定亲手抓他 本愿请同州之州 于成龙 于大人来 只为一件事 就是协助寻到荣山荣大人 共同查办 结粮土匪 马上好汉一案 马上好汉过于嚣张 末世国法 竟敢一二再再而三地 劫持赈灾粮食 直立寻到荣山 同州之州 于成龙贴命 下官在 二位从今日起 同行协力 担金竭律 不择手段于近日之内 将马上好汉捉拿归案 本道 一定尽心协力 惠同于之州 将那马上好汉 缉拿归案 府台大人 下官有个请求 天家 下官办案一向独来独往 还请府台大人 允许下官一人自行其网 单独查罚 容大人 你看哪 大人 这是 于之州一向的办案风格 这在直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于大人不必介意 我们两个完全可以分开 各自查办 好 那就听二位大人的 府台大人 那下官就先行一步了 希望于之州 旗开得胜 下官仅听府台大人之命 一定全力而为 告辞 下官也该走了 好 于大人 如果没有别的事 下官也该去粮仓 督促发放下一批赈灾粮了 好 董大人 去吧 于大人 老夫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 赵先生请教 刚才小于成龙突然提出 要独立办案 不愿意和 寻道容大人合作 按理寻道衙门 专司刑御司法的寻道 怎么也应该有点 别咬文嚼字 痛快点 晴阳 他就这德行不理他 于大人没有看出来 容大人对小于成龙提出的这个要求 好像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愉快的表情 我当然看出来了 谁看不出来呀 这事多着呢 不止这些 晴阳你也看出来了 那当然啊 成龙啊 董炳忠这个人哪 平时一直帮你出谋划策 可是我发现啊 他在公开场合啊 总是摆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觉得呀 这里面肯定有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事情 其实啊 在直立巡抚衙门里 还有一种现象 我想你们二位未被发现 什么现象 守到东炳忠 寻到容善 从我来到直立以后 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俩在一起 单独说过话 哪怕是聊天 或者是扯闲话 都没有过 成龙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不对付的地方 不光是不对付 总觉得他们俩 暗中一直在较劲 大人请 是 张大人 辛苦了 于大人 为何在此啊 张大人有所不知 为了成功捉拿于成龙 明相国特意派我前来保定 协助张大人办案 此番于成龙人赃俱祸 罪责难逃 张大人 事不宜迟啊 那举大人 请罢 好 张大人 此番前往直立巡抚衙门捉拿于成龙 我不便露面 本官就在这驿馆 等候张大人的好消息 男友来了 金人哪 吉人怎么来了 剧酒安和·明珠的手段 真够毒 ine 他们居然派张吉人来捉闹我 明相国的确老蜡 派张吉人来办理你贪污受贿的案子 恐怕比任何人来都要合适 而且将来在皇上面前 也不会留下公报私仇的把柄 一块儿王尿你长大的人 来拒负你 怎么 要不出去赢赢 还是坐这儿等着屁肖带锁 你们干啥啊 走开 你妨碍和执行公务 都给我听好了 你里外外前前后后 连几脚罐拉 都一一给我仔细搜查 是 既然 张大人 金阳 周先生 张大人 辛苦了 余成龙 真的是没想到啊 你我分别还不过三年 一个一生清廉 三祸着意 一不昧天理良心为追求的余成龙 一个被朝野上下 追为余青菜的余成龙 居然会变成一个大贪官 余大人 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让我痛心 让我难过 让我替你感到羞耻 更让我想替你掉泪 你也 谢谢你 金阳 谢谢你还没忘了我这个老朋友 还没忘了你这个老朋友 是个什么人 谢谢 崇龙秀 到了朝廷 一是一 二是二 有什么就交代什么 千万不要掖着藏着 把所有的事情 都如实地交代出来 皇上 一定会念你以往的好的 你让我交代什么 余大人 怎么你把我的话 都当做耳王疯了吗 你说交代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让我交代什么 你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余大人 请吧 既然 你们凭什么带成龙走啊 他犯了朝廷哪条绿令 他余成龙收受了巨额的赃款赃物 这还能抵赖吗 既然 所谓的赃款赃物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他余成龙的后牙里 在我的后牙里 你查到了吗 张大人 搜遍了整个后牙 都没有搜到任何赃款赃物 丑龙啊 你可知道 藏匿赃款赃物 是要罪下一等 是要万十罪的 这些人 你真糊涂 我是贪官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既然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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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带着你这人回去 去接收所谓的巨额赃款赃物吧 昨天 成龙已经派御林 把那些东西啊 都送到京城后屋去了 估计这会儿应该到了 可惜啊 他们派你们来晚了 其实你不该来 你看 不但扑到个空 还杀了咱们的和气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是吧 金人 等我变成了大贪官 你再来抓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也绝不会把那些肮脏的东西 收藏起来 绝不会 是吧 心都脏了 再把那些肮脏的东西藏捏起来 天理不容 天理难容 已变成龙 离青菜 此乃真是我大清之姓氏 真不愧是我大清的三连卓役呀 余大人 容大人回来了 来来来 坐下歇歇 坐坐坐 容大人下去寻查如何 有没有发现马上好汉的踪迹 余大人 我估计马上好汉 眼下极有可能暂时收手了 我跑了三四个州府 十几个县 既没有发现这会儿窃贼的任何踪迹 也没有发现其他州县 关于赈灾粮被劫的举报 如此看来 这马上好汉还真收手呢 好 极有可能是被你余大人的威名给镇住了 余大人 还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跑的这十几个县哪 后续的赈灾粮已经全部到位 鸡民有饭吃了 太好了 这下我就放心多了 容大人 我们直立 再也不能饿死人了 如果再饿死人 那我们这些当官的 就真成了罪人了 是啊 百姓称我们为父母官 我们得配得上这个称号啊 说得好 我们这些父母官 再也不能对不起老百姓了 余大人 那位小余大人还没回来啊 还没有 也不知道他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暂时还没有消息 容大人 你先回去休息 这些日子真够辛苦了 那下官就告辞了 好 见 六哥 大人呢 怎么又咳嗽了 不碍事 是 去不了根儿的毛病 怎么能彻底治好啊 周先生 你背对着我们 在想什么呢 他肯定是想啊 你这盘棋 下一步该动哪个棋子 你真是神了 你连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别一惊一诈的 想好没有 下一步到底怎么走 这要问余大人了 余大人这盘棋 已经下成了一盘迷局 老夫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真的假的呀 秦阳 作为一个师爷 当他真看不懂主子意图的时候 他还敢说假话吗 周先生 你今天 终于说了句实话 我得好好背背你 不是 我问你 你是不是也看不懂了 我今天是看不懂了 我今天是看不懂了 你哪天看懂了 我 你真的看不懂 真看不懂了 周先生 你也看不懂 不敢相瞒 老夫的确看不懂这盘棋 你 你以后的路数 那我也誓言相告而为 下面到底是什么路数 我也看不懂 你也看不懂 你也看不懂 看不懂 余大人 直立所有的赈灾粮食 都已经发放完了 好 好 终于有一件事情完成了 董大人 昨天容大人回来了 他说他去的那十几个县啊 所有的赈灾粮 已经全部到了姬明手里 而且一粮食 都没让土匪给劫走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子 董大人的话 我没明白 我没明白 于大人 以后您会明白的 于大人 小于大人回来了 于大人 董大人 你们二位正好都在 我有新的情况 要向二位大人禀报 什么新情况 快说 二位大人 这次我下去 着重跑了那几个 被贼匪抢劫过粮食的浮现 一个是宣化府 一个是和监府 还有大明府把仓道 我都去了 可是 快说 有没有发现马尚好汉的踪迹 没有 任何踪迹都没有 没有 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于大人 我把贼匪抢劫粮食的现场 都一一仔细查看 贼匪没有留下 任何抢劫的踪迹 我还打听了当地的乡情 没有一个人见过 马尚好汉这帮贼匪 下官觉得这件事 非常蹊跷 马尚好汉这帮土匪 竟有如此厉害 本官在广西 罗城 湖北 黄州 办了那么多土匪大案 还从来没遇到过 像马尚好汉这样的土匪 董大人 于大人 明天本官要亲自下去看看 看看这个马尚好汉 到底有多大的神通 有多大的神通 哇 尚好汉 那边也讨厚 很得了 你确定吧 以后 了 一原来 阿尚不一样 我这边是 在上义以后 的那边众 有多点 什么 我下去也查不到 余大人 知道我为什么深夜造访了 请 余大人 我董炳忠 从支线到手到 在直立干了快二十年了 直立官场上的事 可以说没有我说不清楚的 之前我也向你提供过一些相关的情况 多谢董大人的信赖和支持 谈不上谢 也不应该谢啊余大人 不过信赖还是有的 如果没有信赖 现在 今天我就不会主动来找你了 余大人 今天我来找你 就等于自己把自己放到火炉子上了 也就是自己绝了自己的后路了 董大人 何处此言 直立 直立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马上好汉 那只是一个障眼的幌子骗人的故事 直立 根本就没有马上好汉这帮土匪 那所谓的马上好汉究竟是 余大人 听我来告诉你 马上好汉是谁 是谁 对 马上好汉 就是我们直立巡抚衙门的巡道 容善 马上好汉是容善 对 对 余大人 之前各府州县报上来被土匪抢劫的粮食 那都是假的 那些粮食根本就没有被任何人抢去 那些粮食 如今早已以马上好汉的名义 流进容善等人的私库里去了 原来如此 要想揭开直立贪腐的这个大概子 只能拿容善开刀 老夫明白了 不 余大人 您先坐 余大人 余大人 直立贪腐的这个大概子 恐怕你只能揭开一半啊 另一半你是很难能揭得开啊 先讲 余大人 还记得之前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 大明知县赵立谦是曲九万的人 曲九万是佛伦的人 佛伦是明诸明相国的人 这是直立官场的一条线啊 可另外还有一条线 大明知府范永茂 和奸知府徐可先 霸昌道远沈之礼 郑定府同之周从谦 水清县之县万宜兹县县之县 乔国栋他们都是容善的人 这又是一条线啊 是比明诸福伦他们第一个层次的线 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 就构成了一张网啊 涉及到直立官场大大小小的官员 成百上千人哪 余大人 吕市春秋里有一句话叫做 有纪有缸 一饮齐迹万目结起 一饮齐缸万目结张啊余大人 而掌握这张大网提纲的人 就是当朝宰相 明珠明相国 于大人 所以我说 直立官场的这个大概子 你只能揭开一半 就是这一半 你也未必揭得开呀 老夫岂望董大人 可愿献出揭开直立贪腐 这个盖子的良策 于大人 不但愿意 而且良策已有 请不令此家 此良策 就在我董某人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对 我这一身躯 便是良策 老夫董啊 董大人 请寿老夫一拜 于大人 下官 告辞了 董大人 请保重 走 哪儿 国家 zust 拿下 别动 别 distill 接着他们的面上 容大人好啊 我还是下手吃了一铺 明相国 我想容善他是个明白人 他不会把我们供出去的 他应该懂得更大的厉害在哪儿 许久万 别直载 让这个赵吕倩马上给我回到大明 这个时候哪儿都不要去啊 不要返回京城 不要离开大明 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大明啊 是 岳父 快走 是 我 我走 你们两个过来 马上就要走 马上用我们三个人的名义 联名上一道作证 我要向皇上苍合 这直立寻抚的寻道 容善 我们要自己参作容大人 押容善上堂 你可知罪 你可知罪 回大人 容善 知罪 罪在何处 罪在 侵吞朝廷下坡的赈灾粮食 你侵吞了多少朝廷赈灾粮食 孙公侵吞了 九万九千六百五十的 那些粮食现在何处 那粮食 那粮食存放在 天井长炉盐厂 欣家粮的严苦里 你说什么 书打开 下官叩见于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他 是容善这个奸人 他指使我去搬印这些东西 可我不知道这里面是救老百姓的粮食 对啊 我是冤枉他 替下官申冤啊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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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姜荣善 新家良等罪犯 全部打入 直立死牢 来人 在 在 姐夫 等于是 姜荣 姐夫 家良知错了 你看在我姐和我叔的份上 请放我一马 求你了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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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寄行问斩 押下去 押下去 是 姐夫 走 姐夫 走 姐夫 大人犯 希望 发大人犯 好 好 这人 vra 走 快走 你们chlur C 真正正 送 笃 笃 笃 快 快 跪下 跪下 准备行刑 准备行刑 一双 鬼 鬼 鬼 十辰已到 十辰 斩 进步 圣旨到 直立寻抚于成龙接旨 臣于成龙恭迎圣旨 十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人准直立寻抚于成龙 进京必见 钦此 大人 老爷 来 试试你的新官服 月兰 你这是干什么 给我做这新官服 都花多少银子 老爷 我知道你姐姐 不管做什么官 就做一身官服 这当支州时候是一身 当支府时候是一身 当了暗插使 不正使 直立寻抚 还是只做一身官服 可是这回不一样啊 您要去见的 可是皇上